各位早啊 今天上班三分鐘論述 我們標題就是 有些高官真的令人噁心 那高官在我這邊留言 說我吃台鐵豆腐 然後再另外一篇說 什麼在台鐵賺錢 就是來讓你玩BB槍的 這樣子 根本覺得很噁心 有一種叫做寒雪噴人 我跟台鐵的一個契約 勞動契約是 用我的專業來賺錢 就這樣子很簡單 那包括你台鐵啊 是不是有鐵路特考 會花錢人去考試 考上的嘛 所以那我的工作就是在 車站上服務 我玩BB槍是在車站嗎 不是嘛對不對 所以我跟台鐵的成立契約是 我付出我的專業 他付出他的一個金錢 然後這個長官呢 還會噴 含雪噴人 就是來讓你 為 為養你 來那個 來玩BB槍的 好笑咧 所以我不用我的專業就對了 所以我上班 我就不用 不用付出我的上班時間 不用打卡 反正你給我錢就是玩BB槍嘛 所以有些是長官你要帶風箱 真的是腦袋 有問題啊 把我們這邊頻道 還有把網路的一些 我們的網友的智商 當白癡一樣 我跟台鐵所成立的是工作的契約 那你們台鐵有訂了嘛對不對 比如說我上班幾點 上班幾點下班 那我的工作內容是 副站長要做什麼事情 好 每天有什麼義務等等的 好 我也做出我應有的義務 然後你們台鐵就一樣的 你的義務就是 給付嫁金嘛 這契約嘛 我給付勞務 你給付嫁金嘛 然後這個高官 不然法律去哪邊學的 可能跟體育老師學的吧 法律說啊 台鐵給你錢 那你玩BB槍 那好笑咧 那是第二個 我自己用我的勞力 用我的專業所賺到的錢啊 我要怎麼去玩BB槍 玩保齡球 玩足球 出國等等的 那都是我私人領域的事情 好 所以有些 有些長官呢 很會牽托啦 那很好笑的 我們 我們只能搖頭 那他們還認為這種方法有效 要來帶風向 我只能說 拜託啊 有能力的來反駁我 好不好 不然你們把台鐵治理成這樣子 會不會太好笑的 連腦袋都有問題啊 好 好不好 到這邊 早安 拜拜